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七十七回 修真初凡尘 风行萧瑟般征程 回望来世的路就是永恒 做梦这个时候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别看这晶莹可爱的莲子如此美丽诱人的东西 那可蕴含着恐怖的剧毒 只要沾染那么一点点自己就一命呜呼 神仙都难救啊 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他接力的稳定着灵力 此时任何一点再细微的失误 后果都不堪设想啊 三个人也看到了晶莹水嫩的莲子 齐齐的向后退了一步 神色之间呢 充满了恐惧和忌惮 墨莲子的赫赫凶名可见一斑啊 五颗三品金石组成的捕灵阵 不断的补充着灵力 但是左膜体内的灵力 还是在飞快的下降着 补充的速度明显呢 跟不上消耗的速度 捕灵阵的设置方法并不止一种 但是五颗金石组成的五元捕灵阵 已经是它能够做到的极限 灵力疯狂的涌入 经脉便会感到撕裂的痛处 刚刚进入经脉的灵力啊 又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被抽空 随之而来的呢 是强烈的虚弱 撕裂和虚弱反复交替 哪怕魔纹这段时间 不断强化着他的经脉 做末也差点封掉啊 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封掉 甚至不可能有一丝波动 任何一点细微的波动 脆弱的四转火阵 就极有可能刹那之间崩溃啊 那个时候 一个晶莹水嫩的莲子 便会失去所有的束缚与压制 无色无形的剧毒 不会放过房间里边的任何一个人 首当其冲的自己 绝对没有可能幸免啊 紧紧咬着牙关 一缕血迹从他的嘴角 悄无声息的溢出 左末完全没有一丝察觉 他怒目圆征 死死的盯着火箭 以及火箭内渐渐露出全貌的 金银莲子 十六道火线交织形成的光箭 他们释放的极度冰寒之气 压制着莲子的毒素 不让他们释放出来 莲子上的表皮呢 越来越少 红袍男子三个人的神情 越发的紧张 他们的呼吸急促无比 扑地上啊 不灵阵的五颗金石 骤然齐齐的化作了五烹石粉 苏的人脸色皱变 怎么 难道是功亏一篑了 石粉烟雾中 听得琢磨一声 接近了全力的抱贺 在火箭散去前的一刹那 经营水嫩的莲子准确地投入 他左手中不知道何时出现的玉瓶里边 右手闪电一般地盖上了盖子 粉末散去 露出了狼狈不堪的琢磨 他的头发上 脸上 身上全都沾满了石粉 嘴角的内力鲜血和石粉粘在一起 看上去那十分的骇人啊 啊 幸不辱命 作末 右手把手中的玉瓶放到了面前的地上 他的声音呢 沙哑微弱 可见他的情况 到了何其糟糕的地步了 红袍男子一伸手 玉瓶便飞入到了他的手中 略一探查呀 脸上就露出了狂喜之色 不过他很快地神情一速 先朝左膜一拱手 作师傅 果然好手段 说完便把玉碱放到了左膜面前 他想了想忽然歪过头问英比男子 诶 上次的金链残篇还在吗 英比男子一愣点了点头 哦 在 说完的从腰间摆宝囊中 取出了一枚玉碱递给了红袍男子 红袍男子把金链残篇 同时放在了左膜面前 神色诚恳地说道 左师傅 之前失礼之处 还请左师傅大人有大量 包含包含啊 这枚玉碱是我兄弟无意之间得来的 便做赔罪之物吧 日后若有劳左师傅的地方 还请能多多帮忙啊 此人厉害啊 左膜心中暗自凛然 对方这一手漂亮得很啊 便使他心中有怨气 光听这枚玉碱的名字 左膜便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抵挡 他只好苦笑着说道 只要别像今天这样玩命就行了 哈哈哈哈 左师傅说笑了 这次确实我等猛了 不过若非如此 也难见左师傅这般惊天的手段呢 红袍男子豪爽地笑道 说完拱手告辞 好吧 左师傅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讨扰了 三个人转身离去了 街后余生的左膜 这才松了一口气啊 藏在袖子里边的左手 松开了那张伏冰 哎呀 这次那可真是元气大伤啊 不过呢 看着面前的两枚玉碱 他又觉得 哎 没白干 早就被吓得半死的李英凤 连忙拿来了一大堆的灵丹呢 连声劝左膜 干脆回悟空山算了 这生意做得太危险了呀 第二天 当李英凤看到昨天还奄奄一息的左膜 像平时一般活蹦乱跳的时候 顿时傻了眼了 师弟看上去这么弱不经风 难道是外干中强吗 体内伤势比左膜想象的要好许多 他现在身上的磨纹 对恢复有着极大的帮助 他本来呢 也以为自己要休养个十天半个月的 没想到啊 这第二天便好了大半 当然了 他离痊愈呢 那还是需要几天的时间的 在没有痊愈之前 他决定回山一趟 那些宁迈期修者的脾气可不怎么样 万一又有宁迈期修者找上门来 那可就不妙了 架着傻鸟 坐墨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回到了无空山 他的心才终于落地 别看无空见门小 但是从来没有人敢在掌门 他们在山中的时候来惹事的 伟圣师兄 驻鸡的那天晚上 心严师伯一箭震慑了无数修者的画面 他还记忆忧心 同时有四名金丹旗修者坐镇的门派 放眼东服也是没有几个的 只可惜啊 伟圣师兄不在门中 这令他感到呢 有些遗憾 从巨额的债务中 弟子开放 师傅的点击是 左墨也可以随时去 光这些遗检呢 都需要左墨花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啊 门中唯独少了他最需要的浮阵遗检 他也不得不用这个办法呢 来收集浮阵遗检 他收了不少浮阵方面的遗检 但是呢 这些遗检都十分的零散 不成系统 好在左墨也不是太过挑剔的人 能有这么多他能学习的遗检 他已经是相当的满足了 在几枚精品遗检当中 有一篇名为青花的剑绝 颇为的精妙 只是过于阴柔 适合女子 留在手上也没有用 左墨决定啊 把这部剑绝送给小果 李英凤师姐现在几乎从来不修炼剑绝了 每天呢 只忙着打理生意 可是当左墨跑到东风的时候 才得知 小果已经筑基成功 成为了内门弟子 同样的败在了师凤荣的脉下 没有想到啊 小丫头倒成了自己的亲师妹了 当左墨找到一处山谷 看到谷口苹果形的木牌上写的 小果的家 顿时哑然失笑 小果的山谷没有尽致 左墨呢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这正在练剑绝的小果 看到左墨先是一愣 然后露出了欣喜之色 但玄机呢 又怯生生地喊了一句 师兄 哦 练得不错 左墨随口夸了一句 其实在他看来啊 小果的剑绝呢 是破绽百出 图具其形 随手呢 就把那枚青花剑绝 丢给了小果 这个给你 你啊 可以参考一下 他又问了几句 心中顿时了然 师父依然在闭关炼丹 根本就没有时间指点小果 看着那张苹果脸上的汗水 左墨觉得 有必要尽一尽师兄的义务 便开始呢 一点一点的指点 他毕竟啊 修炼见诀颇久 虽然说不如伟胜师兄精深 但是到底领悟了两种建议 目光见识比起秦成等人 那得胜上许多了 你基础太差了 左墨这句话一说出来 小果眼中的泪水 顿时涌了上来 但是呢 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啊 以后 你每天可以到我山谷来练剑 我有空啊 就帮你看看 左墨接下来的这句话 顿时让小果呢 是破题为笑 西风小院 左墨晒着太阳 闭着眼睛悠闲的 躺在腾椅上 一晃一晃的 脑海中在琢磨记下来的预见 在他不远处呢 小果莫不作声的 一遍遍的练着剑 苹果脸上全都是汗水 屋顶上 是傻鸟傲然挺立 不时的用蓝绘 收拾着自己雪白的羽毛啊 遇到一个难题 而心情大势不爽的左墨 睁开了眼睛 正好看到了 傻鸟那副臭美的样子 顿时更加的不爽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一抖手 朝傻鸟砸去 扫包 傻鸟尖叫一声 连忙扇动翅膀 闪过飞来的石头 眼神中的充满了对左墨的鄙视 这正在练剑的小果 顿时吓了一大跳啊 等他看清楚 左墨指着蓝慧燕 破口大骂的时候 大眼睛顿时弯成了月牙 注意到小果脸上的笑意 左墨轻壳一声 他决定啊 维持一下师兄的形象 躲着步子走到了小果身旁 注意注意 练剑最计分心 你要专心致志才能 一旁的小果呀 想笑呢 又不敢笑 表情顿时怪异得很 左墨没有注意到 他摇头晃脑 模仿不妖的口气 总结道 有什么比剑绝更简单的事 被 哦 练个几万遍 就会了吗 说完 摆了摆手 你继续练吧 我出去走走 这才潇洒的 从西风谷走了出来 自从小果每天按时 到左墨这练剑 左墨的火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小火熬至 极其鲜美的肉汤 灵气浓郁的零食等等 吃的左墨胃口大开 唯一让他感到不爽的是 傻鸟每次都会来分一杯羹 尤其是这傻鸟发现 在小果面前装可怜奏效之后 这左墨也是无可奈何 哎呀 他的味道 一定相当的鲜美 走出山谷 扑腰冒的出来 他舔了舔嘴唇 有些留恋的回首望了一眼骨内 对于扑腰都会出现这样的表情 左墨已经习惯了 哼 这无空山上 想斩磨除腰的人可多了去了 不怕死 你就去吧 他们找不到我的 扑腰自信满满 你吃了它 我就没东西吃了 咱们同归于尽吧 左墨同样的舔了舔嘴唇 小果的手艺真是不错 哼 不吃它 但你不能让我总饿着吧 扑腰冷哼道 我需要魂魄 你不是说 剑洞的阴煞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成形吗 左墨 学扑腰的样子 耸了耸肩 扑腰再次露出了 很馋的表情 今天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去猎一两只 这结结馋也好嘛 书王不带着左墨说话 便丢下了几颗晶石 只见光芒一闪 左墨便消失不见了 左墨可不是第一次来剑洞了 但是每次来 他都不由得赞叹万分 谁能想到一个山洞里边 竟然会有一个如此奇特的世界 一个和外面截然不同的 神奇的世界 扑腰一进入剑洞 就完全无视左墨 他自己跑到一边 拼命的吸收音器 看着扑腰一脸陶醉的模样 左墨深刻的领悟道 这腰和人果然是不同的呀 来一趟剑洞不容易 左墨决定多凝结一些阴珠 一来啊 这玩意儿直经时 二来呢 炼制阴火珠也需要他 虽然还没有试过 阴火珠的威力 但是左墨十分相信 他的威能 炼制难度这么高的东西 没点威能 那也说不过去嘛 他找到了一处阴气 比较浓郁 不受扑腰干扰的地方 开始凝结阴珠 自从扑腰说 所有的法学都是扶振之后 左墨便开始有意识地 朝这个方向思考 只是现实永远比理论要复杂上许多 再简单的法觉都会有许多的变化 假如法觉的本质真的是扶振 那么需要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当中 找到扶振所在 其难度之高就可想而知了 很快的 左墨便沉浸在摸索的世界当中 只见他手上的动作呀 忽快忽慢 看不出张法 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的表情 目光是呆滞有礼 似乎呢 神游物外一般呢 双手周围的阴气忽聚忽散 还时不时地崩散了 他就像是没有察觉一般呢 双手食指呢 不断地变化着 犹如着了魔 睁开眼的仆妖 看到这左墨的情况 疯狂地涌向他身体的阴气微微一致 他重新地闭上了眼 周围的阴气呢 以更加疯狂的速度涌向了他 左墨双手执法渐渐地变得开始有张法起来 朝在手中晦集的阴气的速度 也一点一点地加快 一颗阴珠逐渐成型 当手上阴珠完成的时候 左墨也从失魂状态回过魂来 他把刚刚凝结而成的阴珠放到了眼前 不由得有些失望啊 眼前的这颗阴珠和以前凝结的阴珠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在时间上要比以前快上一点 这一点啊 非常的短暂 若不是左墨仔细 只怕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虽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进步 但是对左墨却是极大的鼓励啊 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明白 研究法觉的扶振 对眼下的他来说 那还是相当的困难的 不过起码说明啊 方向没错 只要方向没弄错啊 慢慢地走下去 总会有所进步 他刚才呢 做了一个大胆的小调整 便是这个 他也不慎明了的调整 让阴珠的凝结的时间 要快了一些 或许等自己的扶振方面的造诣 更高一些 就不会这么吃力了 左墨如此安慰自己 在这之后 他便没有把时间呢 花在继续倒筒上 而是开始认真地凝结阴珠 他一口气啊 拧了三十粒阴珠这才罢休 吸饱了阴气的仆腰 看上去是容光焕发 一副满足的表情 他飘到了左墨身边 去练一两只阴珠吧 那模样啊 就像馋极了的小孩 想吃肉一般呢 你自己可以去练 左墨有些奇怪地说道 扶妖的实力 比起他可要强得多 没道理找他来帮忙吧 扶妖撇了撇嘴 有些无奈地说 我出手这阴珠的味道就不好了 真的假的呀 左墨有些不相信 狐妖耸了耸肩 没有解释 左墨行思着 还是不要太得罪这人妖啊 比较好 狐妖对魂货有太多的渴望 他相当地了解 猎阴珠 那总比让他去杀人夺破 要好得多吧 好吧 不过 我的实力你也清楚 左墨提醒着扑妖 扑妖一听大为兴奋啊 足够了 这种破地方 能出什么厉害的音哨 哎呀 我们要赶在你师兄之前进来 那或许还有几个不错的货色呀 为什么 左墨听到这感到非常的奇怪 怎么 门到这里边还有什么 好东西吗 只求一生中 再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情深要 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78回